前两天我不是弄了一个自制温棚的一个大赛吗 今天呢给大家看一看 奖品的摆到桌上了 然后咱们看看第一个花油 原来看第一个自制温室 这是把我奶奶的那个菜厨子给弄来了吗 大家可以看到 人家稍微一改装 它就可以当一个不错的温箱来养花 而且还省了一个花架 解锁了空间非常的好 这种废物在利用这个精神非常的棒 咱们来看第二个花油 哇塞 还自带披零设备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用了一个水桶 还自带喷雾带保温 哎呦 很精致啊 放到桌面上 你看人家这个 哎 你看这个花油就弄得非常的精致啊 就有点像那种小鱼缸的一个感觉 哇这个 这个是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 而且 哎 宝贝设施一应俱全 我们第三个花油 就比较简单的一个 就是很简易的那种大棚 用个花箱 上面呢 做了一个拱形的一个 好像用PVC材质的那种 连这种呢也可以起到一个保湿的效果 那么再看一下 下一个花油 下一个花油好像是在自己的一个花坛里面 也是用拱形的做了一个 哇 这个也是非常的有心啊 你看很多花油老实说 不这个保温保湿做不到怎么办 大家都可以这样动动自己的小手啊 可以稍微做一做 有人话说 这种算冷棚 不能起到一个好的保温作用 还得加温 放被窝里边 被窝里边呢 和你脑袋里边懒的 这个花油可以啊 这个花油你看 他说显摆一切我的大棚了 你看 哇 这个就很精致啊 感觉像那个 是一种兔笼子改进的啊 这个也非常的有意思啊 非常好玩 花油们也可以去接见一下这个 哇 好像以拱形的为主 你看这个花油就是家里面也是比较冷 他就做了一个 比较大的这种拱形 这种的这个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有创意 好了 虽然说咱们的第一期的一个活动啊 没有几个人参与 然后呢 我就不成敬意 把奖品排名123给他弄上了 买的那个花油呢 就是你全靠买的咱们就不算了 第一名呢 就颁发给咱们这个 嗯 带有这个 喷零设备的这个 哇 这一套就是这个很精致的 像桌面上这个 那我给他送出的呢 是咱们家的这个花了多优质克力控制肥啊 正常的时候我卖40多一瓶了 小小的礼物 不成敬意 那第二名呢 就是给了这个 咱们最后面点到的这个花油啊 虽然说比较简陋 但是呢 由于它的一个面积比较大 这个是奖励一瓶咱们家的反肥水 这个东西也是好东西 可以调节充满酸减度 很哇塞的 你用过以后你会爱上我的 咱们的第三名呢 咱们就给了这个小院里面自己弄个油脂弄的啊 就是我看这个花油呢 用土用的比较多 送给他一包我的这个土啊 新包装的这个土 好了 鞋话 我们的一个积极参与啊 刚才我们也开玩笑 一共六个人参与三个人中奖 这个为什么 以什么评判标准呢 一个呢 就是看大家的一个动手能力了 如果说你菜厨子什么的都是花油呢 虽然说 非常的值得 那个什么 但是人家毕竟自己动手了 是吧 毕竟 资金有限 希望大家积极参与啊 好了 也是争取大家的一个意见了 结果不错 记得点个赞 到时候有其他好玩的活动呢 也会积极的分享给大家 到时候记得关注一下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难一 下期再见 不见不见 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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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 其实